周末趙集,趙善軒 周末趙集又回來了 跟Paul阿姊維俊一起聊 有你在,一定是找你法律問題來聊 我們加一些法復情願數 趙善軒說感情也可以 趙善軒帶著八姐姐的帽子先 要找八姐姐一起聊,比較精彩 我們今天一定要講,不能我不講 何君堯 周末趙集又是他 周末趙集又是他,整個星期都是你的 從幾個層面去講 首先第一個層面,現在最新的消息 不知道是真還是假的 但我們姑且暫時當他是真 討論,現在有一些網友 嘗試去英國的律師協會 投訴他 而人家的回覆,假如是真的 就說他並沒有在當地的執業資格 包括他選舉的廣告 或者他自己的律師樓的廣告 一些聲明 其實都是說有自己 英國和蘇格蘭的執業資格 到底是怎樣呢 我也是猜猜一下 因為我也不知道實情 但是我理解到行規 或者情況,可能會是這樣 而且在某一段時間 歷史上他曾經申請過 註冊為英國的執業律師 但是註冊還註冊 到之後每一年都仍然需要 更新的 所謂執業證書 每一年更新的 這個更新過程 牽涉到可能需要 除了交錢之外 需要有一些持續進修的課程 才可以繼續執業 很多律師他們拿了資格之後 他們為了省錢或者種種原因 他們不再拿每一年的更新證書 會不會是這樣導致到 歷史上是曾經試過 但是現在再不是 現在再不是 我都有這個經驗 譬如說我參加歐洲有些學會 有時候沒有交會費 也有這樣的情況 有時候真的忘記了 一年可能很快過 有時候兩年才交一次 都會有這樣的情況 但是假若我又不跟他 因為我那些 你不是議員 第一,我不是議員 沒有公職身份 第二,我只是參加那些 純粹是給我興趣 就是拿一些資訊 不是可以 在工作上 不是專業的資格 第一 第二,也不是在工作上 可以增加到我的 可信性和收入 如果假若你所說的情況 是可能存在的 而他多年來一直 是用這個 作為一個執業律師的招來 甚至乎因為這樣 當選了律師公會主席 也選了立法會議 有沒有刑事責任呢 你這個太多的 一連串的假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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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逐樣說 因為 我就看不到 或者我不知道 會不會是由於你是 多個國家的專業資格 令到你在專業上的 工信力會強些 有可能的 如果那些 尤其是客戶 本身是一些國際性客戶 或者是比較 注重 究竟是屬於 哪個國家 有資格的律師 那是有可能的 但至於說 如果由於剛才所說的情況 是原先 某個年度 是曾經真的註冊過律師 有資格做這個律師 只不過後來沒有交 一個每一年更新的費用 或者適當的課程 這個未必會構成一個 在專業上 所謂失當的 因為這些都是在行政上的 因為始終你不是說 從來不是律師 好像那時候戴展華 那種很嚴重的 一個失實聲明 當然 那姑且這個 暫時放過去 因為還要更多證據 但剛才還未說完 因為那個是在專業角度 但是如果你說 從選舉 在專業角度 那裡應該複雜一點 因為 失實聲明當然 是比較重要的 失實 那你說如果我是 就這樣很簡單的說 一句話 我是有某個國家的律師資格 原來完全沒有的 那這個很明顯的失實 還要失實 虛假聲明 那這個就相信有機會 可以動它那個所謂的 那可以透過選舉情情 推翻這個選舉 但是如果他說 只是純粹他曾經是 不過沒有再繼續下去 譬如趙博 你說我曾經跟誰結婚 但沒有說完後面的決策 已經離婚了 分居了 那算不算是失實呢 那這個又可以爭 整體來說 我覺得暫時 我覺得先放他 因為 第一封信是真還是假 都要上代查證 如果真的 我們下個星期再跟進 好 第二 其實葉劉也好 其他的議員也好 現在都有一些風聲出來 批評他 就是說他愛國 其實我想這樣說 愛不愛國 因為愛是感情 我們沒有辦法查證 而客觀上有很多人 打著愛國的旗號做生意 最明顯的難指 外國商人 最明顯的難指 三十年代的時期 國民黨統治的時期 很多黑社會 打著愛國的旗號 其實就是買鴉片 作奸犯科 但是你說愛國 就照 阿爺就照 何君堯是否問愛國 我就不知道 但是他講的殺無赦 我先從中文的角度分析一下 他後來就鬥 說殺是撒庭的撒 是不同的字 第一是不同的字 但法音是同的 但問題是我們講中文 必然要講語境意識 前文後來 任何語言都是 袁國強所說 你說殺、撒庭 但是撒庭是無赦 無赦就是不通 因為無赦 撒無赦本身一個詞語 就是以前的將軍 皇帝 下令 撒無赦 就是將所有人滅口 如果你是撒庭 而無赦無赦 就是不會卸免他 不卸免他 就是不留活口 那就是前文後理 就是前文後理 前文後理就不通 所以他這個撒無赦 必然是殺死的殺 所以何君堯這個鬥 其實就是 從學理上是不通的 但是 當然你是中文 比我專家很多 但是我同意你說的 當然兩個殺字不一樣 但是也說 與警來說 崇水是真是一個 真的很想著 實際行為上 真的去殺人 還是好像我們 無論適當女生 也殺死人 殺死死委員 殺死人 那些 其實有些誇張 都說現況 但未必真的 會行為上 要去殺一個人 我再推一步說,他也說了很多廣東話用殺字,殺孝,殺雞,殺青很多的,但是你要明白,在那些語境裡面,殺字不是一種負面的,譬如殺青是好東西來的,這個司法殺手是好東西來的,我們會明白,因為他的語境配合另外一個名詞的時候,其實整件事就是一種比喻手法,或者一種叫借代的手法, 但是,喂,港獨不殺他做什麼,這個就是第一,就是變成一個人來的,而跟剛才那些司法殺手,就不是一個人來的,其實就是,他殺的對象,不是殺死司法,因為我們知道他這個殺子,不過是奪取他的方心的意思,或者是想到對方的意思,而他講港獨那些是仇人,敵人,而你用那個殺字,必然是跟暴力是扣上關係的 傾向,我相信這樣說,或者可以說,這個時候最好還是解釋少一點,因為越解釋就越多錯,所以剛才你說的是有道理的,特別當你如果將這些東西細心分析的時候,特別有時候我反而來,內容都是其次,而是說話的方式,還有那個挑人性, 我覺得那樣東西倒轉,大家要檢視一下,檢討一下,因為有時候,幾有道理都好,如果說的方式是令人覺得意乎,或者是覺得你是大囂張的話,這個對當時人是沒有好處的 所以我是令我很感動的一個作家,就是龍應台,龍應台他曾經寫了一本書,請用文明說服我 這個真的很感動,中國人就是很欠缺了這件事,文明的說服,我經常說我跟Paul有很多意見,有些一樣有些不同,但是可以談的 有些網友就說,我之前說無恥是不行的,有些網友就說,支持一黨專政是不是都是無恥呢,我認為有不同的,譬如說一黨裡面都有些開明派 我從來不會說朱鎔基,趙紫陽,或者是劉少奇是無恥的,胡耀邦那些全部都是 胡耀邦,就是很多數之不盡的,問題只不過有些步伐的理解是不同的,但是有些人仍然是希望他是用一種開明的,慢慢的換進的方法改革 胡耀邦 我覺得是可以討論的,我認為快點,他認為慢點,只是說而已,而不是有些人說港獨 胡耀邦 港獨如果你認為一種社會問題是一個不合當的現象,那你就用文明的方法去說服學生 胡耀邦 去教化他們,去令到人心真正的回歸,這些才是籠略統戰,如果用共產黨的術語 胡耀邦 我百分之一千同意,只不過因為實行了多年,會不會有一些領導人又好掌權者 我覺得似乎這個方法,循循善友都試過了,但不是很對應,不是很生效 胡耀邦 而是覺得開始有些灰心,於是就用另一種手段,或者另一種方式 胡耀邦 會現在所謂鷹派夾派,鷹派有些可能得到一個比較多人的 胡耀邦 我明白的,因為我在大陸經常出席會議,他們都跟我說,他們認為問題的根結就是因為他們過去的干預不夠深 胡耀邦 我永遠跟他們解釋,就是因為你過去的干預才會出來 就算03-71遊行,其實是沒有人反對北京政府、中央政府的 胡耀邦 那時還有一些說法,香港經濟不可以,不如找朱鎔基來做吧,做顧問,很多人這樣說 我們當時對國家領導人,即使不同意,但還有一種深存敬意的,大部分香港市民都有 胡耀邦 但是去到今天,沒有的,完全蕩然無存 胡耀邦 溫家寶,溫家寶,還有很多人對他有敬意的,他來香港都受歡迎 現在沒有的,老實說,其實他的原因就是因為最近五六年,整個北京是徹底攤牌 大攤牌,就告訴他們,我是這樣的,我要搞死你們了 就是這種態度,令香港人的距離越來越遠 胡耀邦 有時是互動的,我們只可以這麼說 因為當然我不希望看到這種情況繼續惡化,但是似乎是,有時你講一句狠的話 對方又回應更加狠的話 胡耀邦 即是兩夫妻吵架,越鬧越嚴重 胡耀邦 我覺得這時候最好講笑一句 胡耀邦 但是有沒有辦法追究何君堯呢? 胡耀邦 即是從法律,即是我們不是not personal 胡耀邦 純粹從法律 胡耀邦 一個個案研究 胡耀邦 一個人在公眾場合,有這麼多的,號稱數千人 胡耀邦 也號稱有百萬多個支持者 胡耀邦 公然去鼓勵,或者發表一些仇恨言論 胡耀邦 而且有暴力成分 胡耀邦 純粹從個案分析,當然我覺得有足夠的法律元素 胡耀邦 大家都知道那兩條控罪了 胡耀邦 不過正如好像DQ我一樣,最初當梁國雄前議員宣誓的時候 胡耀邦 搞很多花審的時候,大家覺得感覺上好像不對勁 胡耀邦 但是沒有真的去動它,沒有真的去處理它 胡耀邦 整一下整一下就越來越惡化 胡耀邦 同樣道理呢,其實以往很多這樣的集會 胡耀邦 很多人士說的話做的行為都是不恰當 胡耀邦 都是可能違反了現在我們所說的兩條罪行的 胡耀邦 但是以往沒有動過的 胡耀邦 今時今日如果現在這一刻突然要這樣動過的話 胡耀邦 我相信無論什麼立場都好,背景都好 胡耀邦 都可能有正反兩面會有很多爭議的 胡耀邦 實際上我只是希望這是一個好的例子 胡耀邦 讓大家看到可以惡化成這樣 胡耀邦 希望大家真的要殺停了 胡耀邦 大家都知道下這種情況是不應該繼續下去了 胡耀邦 大家都退退後一點 胡耀邦 我想這條線畫得很清楚 胡耀邦 如果今次要告何君堯的話 胡耀邦 我相信很多其他人 胡耀邦 都同樣以往的行為都可能真的要告 胡耀邦 是不是真的我們再一次搞到這麼多這些故事呢 胡耀邦 我想大和解的方向其實很多人都同意 胡耀邦 很多人都同意的 胡耀邦 但問題是大和解 胡耀邦 我們是可以包容不同意見 胡耀邦 可以坐下談 胡耀邦 但絕對不能夠包容一些暴力 胡耀邦 或者主張殺人的一些暴徒 胡耀邦 這些暴徒應該是人人得宜的 胡耀邦 就不要用誅字 胡耀邦 人人得宜應該要告知 胡耀邦 不知道Paul你同不同意有這個說法 胡耀邦 我想撥亂反正是時候 胡耀邦 應該大家正視這件事 胡耀邦 無論如何最終告不告得到 胡耀邦 這是一個好的案例 胡耀邦 大家去參考一下 胡耀邦 現在很危險 過線了 胡耀邦 但有些市民去警署舉報 胡耀邦 但警方似乎目前不是這樣受理 胡耀邦 但警方是不是沒有足夠理解 胡耀邦 如果帶律師去下案會不會好些呢 胡耀邦 分別都不大 胡耀邦 警方最多都是開個檔案 胡耀邦 到最後告不告 胡耀邦 因為這些案子始終牽涉到比較多 胡耀邦 不是很簡單的 胡耀邦 我偷偷東西打架 胡耀邦 而是真的牽涉到在法律字眼上 胡耀邦 因為以往更加沒有普遍用過 胡耀邦 也沒有清楚法庭的適宜 胡耀邦 例如今次釋法 胡耀邦 講得那麼清楚 胡耀邦 變成法庭容易做得很多 胡耀邦 當然是有在 胡耀邦 但以往沒有太清楚的案例 胡耀邦 變成警方執法上 胡耀邦 或者下級法院做處理的案件 胡耀邦 可能會比較難於取捨 胡耀邦 我也希望 胡耀邦 律政署和警方 胡耀邦 能夠秉公辦理 胡耀邦 我更加希望 胡耀邦 這是剛才所說的案例 胡耀邦 大家都參考 胡耀邦 我知道這條線 胡耀邦 可能這次過了 胡耀邦 別太過分了 胡耀邦 我也很少認同葉劉 胡耀邦 今次就是要認同 胡耀邦 愚蠢愛國者 有一個日本的作家 寫了一本書很出名的 胡耀邦 形容這些人 愛國賊 胡耀邦 我們下一節繼續講 胡耀邦 好